欢迎来到Follow Me 会理财 我是主持人TV的女王春慧 大家好 哇塞 最近这个股市波动非常的大 身为投资人的你 是不是都有掌握这波趋势做适合的投资呢 今天这一集我们要来讨论期货 不过期货到底应该怎么运用 能够运用得到让你的资金能够双倍赚 该怎么做呢 今天这一集在开始之前 大家如果喜欢节目的话 别忘了订阅分享加按赞咯 还有开启小铃铛 好的今天这一集我们邀请到的是 在期货还有在股票都非常厉害的老师 就是我们的汪神经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咯 好 Tiffany 我安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耶 试着试着到 好让大家再多看几秒 今天看到的幸好是 来到现在跟大家分享是很兴奋 我们的节目都是邀请很帅的老师来 是不是 主持人比较漂亮 好今天这一集我们刚刚讲到期货 观众朋友可能就会想啊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要讲期货 他跟 为什么不做股票 最近这时间点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优势 我们适合做期货 好那因为 这波行情 各位有没有觉得说波动相当的大 那从武汉肺炎爆发以来 台股从12000点 过年前嘛 然后跌到了现在 跌到了大概在8500多点之后呢 又反弹了2000点 你会想到说 如果说你最近做股票 像这波很多强势股 不管是PCB啊 被动元件啊 散热啊 都已经从低档反弹了4成5成了 所以说你这个时间点 你要来买到股票 要再赚个4成5成 难度相对的高 难度相对高 所以翁老师今天化身为魔术师 我教你怎么从10万变20万 如果说你觉得说这行情动荡很大 那你只想投入10万 所以小资足的救星来了 希望各位看完这一集 记得要看到最后 一定有惊喜 来我们先看一下股票跟期货的差异 那说这个时间点 为什么说来做期货会比较好 你看一下第一个 股票的话 跟期货的难易度差在哪 股票基本上稍微比较难一点 因为有将近上市贵2000档的股票 有很多要分析的 对你要看基本面 你要看技术面 你要看筹码面 好那我现在请你来做期货原因是 你只要选择一项商品 就是台子型嘛 那就多跟空 两个选择而已 然后抓完进场点就可以了 所以操作难易度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尤其是现在的位阶 卡在将近一万一千点 股市又反弹了两千多点 我相信你要买到涨四成五成很难 那期货不一样 波动大 波动大 再来获利翻倍速度 股票比较慢嘛 假如说你投入十万 对不对 你买一档十万的股票 你要翻倍 那就是 他股价要翻倍嘛 嗯 那蛮难的啊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来做期货 好我教你十万 好十万 你做两口小台 那假如说小台 好你十万 你投进去你做小台 好小台一点是五十块嘛 嗯 对不对 那你做两口一点就一百块 好一点就一百块 那你十万 好我一开始你做两口小台就好 好当你赚了五百点 那就是变成十五万嘛 对不对 变十五万之后呢 然后你就可以变成三口小台 哦 因为你赚钱嘛 你有信心了嘛 你的资金就可以放大 再投入 变成三口小台 然后你只要再赚三百多点 就有机会变成十万变二十万 这个难易度会相对股票比较简单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三个第四个 资金需求股票大嘛 如果说你想要买一档台积电 现在差不多快三百块嘛 嗯嗯嗯 那你十万够不够 应该不够对不对 杠杆也比较小 那如果你用融资买台积电 四成也要十二万 也不够耶 对不对 那我说我小资主 我只想投入十万 好不想要花太多钱的话 你要选择期货 第一个他资金需求相对小 嗯 十万你可以做 你放大你可以做到两三口小台 那我一开始就是比较保守一点 做两口小台就好 那杠杆相对大 好杠杆相对大 因为他是保证金交易 所以说这个时间点我认为 做期货会比做股票 比较快速短时间的获利 哦所以确实老师今天讲这个主题 是有原因的啊 哎不过如果我们节目前有一些 哎可能是新手啊 他们会说哎常常今天讲做期货都会亏钱 是因为什么原因吗 我们老师是不是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新手在期货可能会犯了几个小错误 好那我们切下一张投影片 那您各位想一下说 大家市场上都想说 哇十个操作期货 九个都亏损 那我希望你看完这一集之后 可以变成那一个赚钱的那一个 那首先四大操作的陷阱 先不要犯 不要犯 第一个 不卖就不会赔 一般 假如说你做习惯股票的人 你再来做期货 你第一个会想到说 哎我套牢我不要卖 对啊 我股票套牢 对等它涨回来啊 股票套牢我不要卖啊 那股票通常套牢不要卖之后 会变怎样 长期套牢 然后就变股东 然后就可能那张股票就一直 陪伴在你身边 那你这个观念来做期货就不对了 第一个 期货它是契约它会结算 是每个月 第三个礼拜三 对 它会做结算 所以你不是说你不卖 没有回到你的成本 你不卖就不会亏 它会强迫你 它会强迫你平常 对一点半的时候 然后再来 第二个缺乏操作策略 缺乏操作策略 那操作策略的话 我认为啊 看你的风险承受度 有些人就比较紧张 晚上容易睡不着 我建议做当冲就好 建议做当冲就好 建议做当冲就好 不要过夜啦 不要过夜啦 因为夜盘指数会动 指数会动 会比较紧张 当冲策略跟波段策略完全不一样 看你的风险承受度 有些人会紧张 那有些人就觉得说我要赚多一点 那就做波段单 所以策略一定要宁定好 第三个就是 停损不够果决 做期货跟做股票完全不一样 你做股票 你买进的时候 你会不会想说 我赔到哪里要卖掉 一般人不会 我跟你讲一般人不会 那期货的话 我建议啊 如果说你要做当冲的话 你就设30到50点的停损 那你要做波段 就是80到100点的停损 到了一定要停损 到了一定要停损 因为期货波动速度相当的快 第四个就是 资金控管不恰当 资金控管 这个资金是指什么资金 我从两个点面来切 第一个就是 资金控管第一个就是 赔钱的单 绝对不能加码 对 期货的速度非常快 赔钱单绝对不能加码 只有在赚钱的时候 才可以加码赚更多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资金控管不恰当 就是说你可能 下这个单会让你压力很大 就是因为你拿太多的资金 来操作期货 我个人建议啊 拿出你可动用资金的 四分之一以下 来操作期货就可以了 哦 四分之一以下就好了 四分之一以下就可以 就是你就比较不会那么紧张啊 有时候你 单子太大 就是说你资金放太多 你可能会紧张 你可能小 小赚你就跑 然后赔了你就捨不得砍 当你动用资金四分之一以下 来操作期货 你就会比较轻松 你赚钱的单就敢爆 才可以赚更多 嗯 所以这四个陷阱 听完之后 有没有好一点 有没有开始 有点信心 有点信心 有没有应该有吧 没错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老师今天带来一个 我刚刚讲的秘密武器 就是一个指标 教大家如何来看期货 好但在这之前呢 要讲几个获利的三难 让大家先建立一下信心 对没错 好那各位投资朋友 你想一下 刚刚你把那个四个操作陷阱 先把它删掉 先把它删掉 尽量不要去犯那些错误 好那我们现在讲的是说 怎么样获利 三个要素嘛 操作期货就是三个要素 第一个 进场 你要做多还是做空 对的 对不对 股票你要挑嘛 一定要选一个 对股票你要 将近2000档的个股 你要挑很难 那我们现在就锁定台子期 好第一个进场 诶多还是空 好多还是空 那大家可能会第一个判断 判断美国股市涨跌啊 然后开盘的判断亚洲股市涨跌啊 台积电权重最高嘛 判断台积电涨跌啊 等你判断完了 那行情大概走完了 所以一定要 一定要靠技术指标 好一定要靠技术分析的指标来操作 第二个 抓对进场点也很重要 诶我 我多空判断完了 说今天的行情真的是大涨 真的是大涨 诶可是我满在最高点 那没有用啊 对不对 你今天还是亏损的 那今天行情是大跌的 但是我空在最低点 附近 那你今天还是没办法获利嘛 对不对 所以抓对进场点也是非常重要 一样 好自己判断比较难 依照技术指标 再来最后一个 停损要设得好 我刚刚讲过了嘛 停损第一个 当冲你就30到50点 然后波段 你就是80到100点 但是它是可以动态调整的 它是可以动态调整的 就是说指数在涨的时候 你停损可以稍微往上移 那我现在就教大家一个 技术指标 你比较少听到的 一个指标同时满足刚刚三个 哦 哦 对三个条件 所以看它就够了 看它就够了 看它就够了 对啊 操作期货 最重要就是进场 你要明确 讯号要明确嘛 什么时候出厂讯号要明确 然后方向要搞清楚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是叫做 SAR指标 同时满足获利三要素 一般人都是听到KD MACD RSI 乖利率 对 但是我认为啦 就是做期货最好的就是SAR指标 嗯 那我们现在先简单介绍一下 然后再来做一个图形分析 那SAR就是抛物线指标 它的中文名字叫抛物线指标 它有点像抛物线 就是两种 一种是低往上 一种是从高往下 就两种 好符合这个期货的 就是看多空吗 对对就是看多空 好符合这个概念 那如何判断你要做多来做空 什么时候要进场 第一个我们看第二行 股价突破抛物线就是偏多 假如说抛物线是往下的 是指技术分析那个线 对对对 它的线在K棒上 它在K棒上 假如说突破 你就是偏多操作 假如说股价都在抛物线上面 尽量涨势延续 好第二个 股价跌破抛物线就是偏空 假如说你看股价跌破抛物线 你就做空 好那代表它是一个跌势延续的盘 适用在大波动行情 那现在是大波动啊 对所以老师今天才会分享这个主题 对啊 哇 你看一下台股 什么时候可以短短的 两三个月之间先跌3000点 再涨2000点 很少看到 近10年我是没有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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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保证金也一直调高 因为怕大家很快就被追缴 那利润大 明确停利点 好那有个温馨的提醒就是说 假如说 因为现在是大波动行情嘛 所以我推荐你用这个指标 那如果说 你去统计一下 近10个交易日 它的平均波动 也就是说最高点 然后扣掉最低点 它的小于100点的话 平均小于100点 你可以先减少动作 你可以先减少动作 那我们换下一张投影片 就是呼音道老师刚刚讲 最近这一波 从3月到4月这个行情大波动 对没错 我们先看一下 各位如果说我在操作股票或是期货 应该有点印象 3月之后呢 台子期碰碰碰碰碰 对大概半个月的时间 半个月的时间 从11000多点 迅速跌了3200点下来 3200点这很夸张 然后 当你觉得说行情要走空的时候 它又给你反弹了1700点 当然到今天已经谈了2000多点 我们是讲这个 这一个多月就好 怎么样利用这个一个多月 利用这个SAR指标 让你获利 因为这段期间你做股票很难赚啊 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套牢 如果你砍在最低点 那就完蛋了 还有反弹起来 那我们换下一张投影片 来看一下这段时间 就要教大家怎么看了 对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是SAR SAR就是K棒上面那个点点 我们看到 我们第一个圈圈这里 对不对 第一个圈圈是进场点 然后下面那个点点 就是一直往上那个点点 它就是抛物线指标 哦 那我们这个是多方趋势嘛 好 这多方趋势 那首先你把你的台子席打出来 然后用15分K 因为如果你要做波段 你要流仓 我建议你用15分K 然后再套上你的SAR指标 好我们先看第二个圈圈 第二个圈圈就是从3月31号 有没有看到股价那K线 由下往上突破SAR 突破抛物线 有没有看到 有吧 第二个圈圈 那个时候它的位阶在9666 你去进场去做多 好第一个决定多空忙 股价都在抛物线上方 你就是做多 所以第一个圈跟第二个圈都是可以进场的点 对那我们先看第二个圈 好第二个圈是一个多方趋势嘛 因为它 涨到了4月10号 其实它涨的大概五六百点 那它都是在抛物线上方 没错吧 所以第一个决定做多 进场点 突破抛物线 就打圈圈那边 3月31号 好 你就进场之后呢 没有跌破那个 抛物线点点 你就不要出场 就一路续爆 哇真的耶 真的它就是真的往上 一路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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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4月10号 它破了 那时候点位在10067 所以这段期间不用太久 10天 但是它不到10个交易的嘛 你就可以赚到40一点 嗯 好40一点 好那我们再回来看一下 第一个圈圈 好没关系再把它切过去 第一个圈圈 第一个圈圈 假如说 你方向错了 它也会及时停损喔 第一个圈圈 它是从股价往上 上往下 跌破抛物线 对不对 所以你要进场做空 对不对 好3月27号 它在9588 很开心的隔天跳空往下 你可能 只要说你 做短一点的 当然你获利回股OK 就有这一段 对就有这一段 那如果说你想爆场的 欸你爆到 什么时候要出场 就是突破了 第二个圈圈 它突破了 下往上突破了 因为行情往上了 对啊往上了 你就即时赶快 要做一个出场的动作 那如果说你即时出场 顶多亏78点 9588空嘛 然后出场 就是亏78点而已 可是你后面那段 可以赚401点 对对对 老师讲得好详细喔 对啊很简单啊 这个指标很简单啊 适用于大活动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二张 好这是空方趋势喔 这个就很简单了 好这个就是 应该是近几年来 最大的一次行情 好你只有用这个SAR指标 才可以让你的空单抱得住 嗯 我们刚刚讲到嘛 股价在 抛物线之下 它就是空方趋势 对 好你看它第一个圈圈喔 3月6号 股价是不是跌破了抛物线 有穿下去 穿下去嘛 好那你就进场去做空 那时候在11347点 好11347点 跌破了之后呢 好一路往下 有没有突破抛物线 没有耶 都没有啊 一直都在它下面 对啊 所以说突破了你再补嘛 它都没有啊 你就一路爆嘛 你会发生一件很惊奇的事喔 它居然可以从 11000多点 跌到了8000多点 好这应该是近期 近几年来 最快速的一次波动 好你从3月6号那边跌破了 你去空 11347 好中间一路跌跌跌跌跌 你就是照着续报就好了 报到它突破了 在3月20号 8987点 突破了这个抛物线 好然后抛物线变成 由上往下变成下往上 你就把你的空单去做回补就好了 好很清楚吧 哇真的耶 所以总结呢今天的节目来说 我们一开始先跟大家讲说 为什么这时间点我们要做期货 提供大家几个方法几个观念 比如说投资人要避免的几个陷阱 还有呢获利的几个要素 之后呢我们实际带大家来看一个非常实用的指标 就是SAR指标 它其实刚刚大家从节目当中 有没有觉得其实判断的方法还蛮简单的 真的是蛮简单的 而且这个指标 你去 一般房间都有啦 你聚恒网也有 你可以看KD 你同时你把SAR打出来看 它其实有 一般人不知道 但其实它有这个指标 哇 聚恒网打开就有了 老师今天把秘密武器交给大家了 嘿 所以但是如果你看完之后 你还是有一些问题 没关系 欢迎加入老师的旗鼓大风 有LineAd还有Telegram 都欢迎大家加入 如果有些问题的话 老师也会很热情的为大家做协助跟指导 好的 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的话 欢迎留言分享加按赞咯 我们下周见 拜拜 拜拜